小火慢炸的金錢蝦餅 火候時間的掌握 決定蝦餅色澤滋味的奧妙 這是素有伴桌難霸天的阿勇斯 為清鳥宴準備的冷盤菜色之一 前年阿勇斯就硬邀幫美國前國務卿 龐培歐料理菜色 讓龐培歐品嘗到底台式料理的好滋味 畢竟阿勇斯他算是台南知名 算是最頂的一個中後山 就整個爆這樣子 大概十二個小時就是兩百張就沒有了 然後後來我們趕快加開10桌 這樣子的公民延續 我覺得大家是不停的保持關注 但是也要適時的讓自己休息 比如說吃個飯啊 不要說一直處在很緊繃的狀態 不然大家也會受不了 公民團體串聯反對利運擴權 上個月就在巴克里教會 舉辦了好幾場的活動 為了凝聚公民力量 也讓公民團體間的互動更緊密 於是有了這場台南青鳥宴 公民大半桌的活動想法 參加的費用也很有話題性 每人1450 因為是一個年輕人的同文者 我們大概會把一些網路的迷因 或者是一種自我揭槽 就是說 因為不同政治立場的人 會說我們是1450 而地點同樣選在 巴克里教會舉辦 也是教會關心公民社會議題的體現 教會其實能夠更多的跟這個社區 跟整個社會有更多的互動 而不是真的只是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情 阿勇士開出來的菜單也充滿台味特色 除了五子靜登科的冷盤 魚翅羹六油石斑 龍蝦三明治烤鮑魚 蒲燒鰻魚油飯等菜色超豐富 現場還將設立公民獎堂 讓台南的1450們可以暢鎖喻言 邊吃邊聊 原定桌樹大爆桌 千鳥夥伴們擠破頭 明日新聞新聞新聞 林俊平台南時報道